我是不是可以請一下我們移民署我們署長謝署長好不好 董委員長 署長好 這個你是做得很好 我看很多立委都很滿讚美你 這個做事情你們辦公室都很簡潔有利 這個我們覺得很不錯啦 不過我想請教陳光誠的事情 他現在要來台灣而且準備到立法院來演講 那要立法院出示這個邀請才算完成程序 有需要這樣子嗎 另外就是說大概你們是依據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第三條規定了 要求申請單位出去陳光誠先生的身份證件 證明他的配偶是誰的那個結婚證書要拿出來 兩位隨行小孩的婦婦民部大概這些啦 現在一個問題在這裡就是說 法律不外人情啦 他當時出來的時候是沖沖茫茫嘛 然後逃到這個美國大使館嘛 那最後到這個紐約嘛 他身上有帶這些文件嘛 如果有我們叫他出示這些文件是應該的 如果沒有你現在叫他怎麼去申請這些文件呢 沒有辦法 好跟委員報告一下 第一點就是有關於是不是要立法院來出示一個公函 這個其實是在整個辦法送件須知等相關規定裡面 任何一個邀請單位大概都要付這個 那當時後來我們也經過協調 所以我們這個問題應該目前是解決了 所以這個至於說前面那個後面剛才講到 我覺得邀請函都還好 立法院如果真的要邀一家來就有擔當啦 要給這個邀請函啦 這我想王院長也一定會出具證沒有問題 主要就是說你們要他拿出什麼結婚證書這些 報告委員這個問題也解決了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的確啊 或許有的人認為說我們這些規定太過於複雜 可是事實上我們這是一體適用 大概是過去所有人都用這個標準 那他的確陳光誠先生他的狀況很特殊 所以我們後來這個部分其實都比較彈性的在處理 因為他如果真的拿不出來 而我們事實也可以證明 他們就是有這樣的親屬關係 我想這個我們是有彈性的 隨便看報紙看這個網站 大家都知道他的太太是誰啦 是 我是贊成兩岸要加強交流 因為交流呢可以減少戰爭的危險 而且呢可以強化這個 我們對大陸的經貿的 這樣的一個市場的經營 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我們對這類的事情啊 不用有太多的顧慮說會不會得罪中共 其實我們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們要讓人家知道說 這是個民主開放的社會 任何人只要有這個邀請函 而且來這邊不是為非作歹 我覺得都讓他進來 反正他來也會走嘛 也不可能就居住在這裡嘛 我們越是按照制度 按照規矩 按照人道來處理這類問題啊 我相信大陸對台灣只會有越多的尊敬啊 我們不用去想太多 處處自我設限啊 其實什麼事都不能做 那這個其他的問題大概 我那個主席我是不是請署長回座好不好 我要請教一下次長 好 署長謝謝 次長請教一下啊 那個到這個目前啊 這個NGO在台灣設立據點的情形怎麼樣 有多少 NGO在台灣設立 可不可以請NGO委員會的 來報告一下好不好 來 OK 劉副執行長對不對 主席 目前是還沒有的 但是我們正在積極爭取 目前有幾個 他不來的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到目前並沒有的原因是什麼 過去可能就是有一些國際上 就對方對方的對方的自仇 自仇 對方的對方的一些 就大陸方面的一些 大陸就大陸什麼對方 我聽不清楚 我們的對方很多呢 我們對任何國家都是對方啊 就是大陸的這樣的一個牽制啊 是吧 他們的阻礙了是吧 是 那這個阻礙目前還有很多嗎 因為是NGO嘛 所以大陸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嗎 我們目前都很努力在從各方面 從 希望得到國際方面的支持 然後使對方的阻力能夠減少 OK 那來他們來這裡有什麼條件沒有 可能說 就我們這邊還積極演繹之中 還沒有一個 還沒有具體成形 沒有具體 是吧 沒有具體 所以我們有沒有在譬如說 對於這種工作證啊 居留啦 付稅這些問題 會不會也是 讓人家不太願意來的原因呢 有沒有可能 過去也許有 但目前我們正在記憶演繹 能夠把這些因素盡量的減少 對啦 NGO當然有很多啦 至少有些如果真的我們覺得不錯 他來 對於提升我們的 嘿 哈囉 我在質詢要聽我啊 你們自己在那邊 開啟會議來 哪有這樣子的 這是國會殿堂 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敢來這裡呢 每個人都要有備而來啊 我在那邊質詢 你們上來在開小組會議 哪有這個道理的呢 不要開玩笑嘛 而且 你這個NGO 這個副執行長 這是你的業務 這還需要 跟任何人溝通嗎 還請教任何人嗎 對不對 這不可能的事情嘛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問你就是說 我們要盡量剷除阻礙啦 因為這些NGO的組織到台灣來 對於台灣在國際地位的提升 國際社會的能見度是有幫助的嘛 是不是這樣子 當然 當然 你說如果有些人 剛剛像 那個陳洛伯委員問到什麼 西藏人民來的問題 西藏人來的問題 西藏人來的問題 剛剛這個是 次長嘛 有講到 有尼泊爾啊 而且有些身分不明啊 有可能有一些混雜的人 這個現象啊 是不是 就是 有混進來的 用這個藉口到台灣來的現象 我們大家就依法辦理了啊 真正派派人就讓他進來 歡迎都來不及嘛 特別是NGO這樣的 那如果少數 任何團體 任何的地方 的人民 都有好人 都有壞人啊 壞人就把他擋住嘛 對不對 拒絕任何的官說 擋住他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是 人家正正派派的申請 而且來這裡 對我們來講 不是壞事 可能是好事的話 就讓他進來嘛 我們國家做事 你就開大門走大路啦 這樣子會比較的好嘛 是不是這樣 是 你們外交部也要學國防部 好不好 國防部的部長 副部長 次長在那邊接受質詢 如果有問題 你們底下問題 寫紙條交給他們 我在那邊質詢 他們弟弟姑姑 你要我講幾次啊 那些禮貌都不懂 還辦什麼外交呢 你有一些要 你要給次長建議 你寫紙條給他們啊 我在那邊質詢 次長要聽我質詢 要不然他怎麼回答我的話呢 莫名其妙 我這個禮貌都不懂 像這樣這樣子嗎 我我我我 做的決議 懲罰的 可以講 好謝謝 那第一 以後我們 所有來 備詢的官員 對自己的業務 都應該要有所了解 這是一個 基本的原則 跟態度 那第二 剛剛林日方委員 所質詢的有關這個 NGO的這個具體辦法 也請儘速提出 書面交給本委員會委員參考 謝謝 下一位 我們請蔡黃朗瑋 謝謝 我們請 hacer 他的確認 guests место 紹 Cities